弗里茨X炸弹 是纳粹德国于二战中开发的 制导反舰滑翔炸弹的最常见名称 这一名称 不论是盟军方面还是德军方面都使用过 其他还有一些名称 卢尔钢铁SD-1400X 克莱默S-1 PC-1400X和FX-1400 它和美国空军的 ASEN武器一起成了现代反舰导弹 和精确导引武器的鼻祖 1940年 卢尔钢铁公司开发了 卢尔钢铁SD-1400X遥控落体炸弹 SD本一爆炸后臂 1400-1.4吨 同年在此基础上增加弹翼发展出 FX-1400穿甲遥控滑翔炸弹 F本一飞翔 因战争双方都私下将F逆称为 FREZ最后被命名为FREZ-X 亨舍尔公司则另行开发出 带有火箭动力的HS-293飞 穿甲遥控飞行炸弹 权重一吨 两者使用相同的遥控设备 滑翔以及飞行的目的 都是增加炸弹的可操作性 可以攻击航行中的舰船 而不仅是固定目标 前者成为现代精确导引武器的鼻祖 后者成为现代反舰导弹的鼻祖 最初这两种炸弹均被严格保密 直至1943年都被用于实战 且取得了良好效果 虽然意大利将罗马号被击沉 看作是德国飞行员的好运气 英美情报部门却很关注其后的背景 美国空军在1943年通过情报获知 德国使用了可操控炸弹后 于1944年在1000磅Mk65通用航空炸弹的尾部 加装遥控尾翼 称为A3VB1VB本艺垂直炸弹 但和卢尔钢铁SD1400一样 属于遥控落体的炸弹 只能用于攻击桥梁和炼油场等固定目标 且对桥梁实战的命中率 只有10%至15% 1400系列的本体为一枚1.4吨的PC1400通用航空炸弹 PC本艺穿甲援助诞生 卢尔钢铁公司在其基础上加装了无线电遥控尾翼 成为PC1400X后更名为SD1400X 后卢尔公司又增加弹翼成为FX1400 最终被命名为FREZ-X 基本操作方式为无线电遥控 遥控器为50MHz频率 18通道 分为FUG203发射机和FUG230接收机 亦被有在盟军发现 而采取干扰后应对的双脚线有线遥控方式 双脚线总长16公里 但因保密和数量较少 实战中并未遇到盟军针对性的电磁干扰 所以有线方式为实际应用 操作性上 因FREZ-X加装了弹翼 下落速度得以控制 于4000至8000米中空投掷后 在弹道末端投弹手 有约10秒的瞄准时间 通常在机投弹后 需从目标上空通过 在目标顶点时 炸弹在飞机与目标垂线偏后 然后投弹手需控制飞机 炸弹目标尽量在一条直线上 这最后的10秒 对投弹手仍是不小的考验 因此投弹后 在机不能做大的机动 因下落速度降低 FREZ-X叫PC1400自由落体 穿甲弹的穿甲能力 降低约一半 不过仍可穿透战列舰 200毫米厚的主装甲后爆炸 因弹体过大 无法置于弹舱 每架D217 在一下挂在两枚 在飞向目标时投掷一枚 在掉头返航时投掷另一枚 相较而言 亨舍尔德HS293本体 为一枚半吨的SC500航空高爆弹 有更大的弹翼 火箭可维持约10秒动力飞行 投弹手有20至30秒的操控时间 在机投掷后 即转向与目标保持距离 后期更有试制品 装备了原始的电视摄像头 使轰炸机投弹后 即可返航 但因飞行速度更慢 因此不能穿透战列舰装甲 而是像鱼雷一样 在装甲表面引爆 命中率上 Freezex 在佩内明德武器试验场 不受干扰的测试中 40枚测试弹均落在把心周围 直径26米范围内 其中50%最小分布直径为14米 实战中约使用了60枚 其中44枚受控 其余因故障及防空火力干扰失控 14枚直接命中 7枚禁尸造成破坏 13枚尸的未造成破坏 10枚效果不明 因盟军逐渐占据空忧 Freezex 不受干扰投掷的机会越来越少 所以德国空军逐渐转向 可在战区外投掷的HS-293 后者有数倍于Freezex的实战次数和战果 命中率因因不同的航空队 在30%至50%不等 Freezex最有名的战果是 1943年 意大利退出战争后 为了阻止意大利舰队开往马尔他 德国空军用6架多217K 二代弹攻击 炸陈了维托里奥 维内托级战列舰罗马号 包括贝尔加米尼上将在内的 1255人战死 同级舰利托里奥号也被炸伤 英国海军验战号战列舰 于1943年9月16日西西里岛登陆战役中 也被弗里茨X击中过 炸弹的速度太快 以至直接穿透箭身而未引爆 但就算炸药未引爆 光是弹体的质量 仍然在箭身留下一个直通箭底的大洞 虽然造成的死伤有限 仍让验战号即刻失去了作战能力 最后拖回英国本土进场大修 直到1944年6月才重返战线